巴菲特语录七时,我们对人工智能有点担心,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逆转它。 曾博士解读,巴菲特在2023年的股东大会上表示,人工智能,AI,终没有任何一项功能可以取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阿吉特副总裁。 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做到非常多的出色的事情,这让我反而有一些担忧,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它。 虽然发明AI的初衷是好的,那在未来200年的时间里,我觉得我们也没有选择,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,应对它,使用它。 当你开始一项新技术的时候,之前爱因斯坦就提过,它可能会改变全世界。 我也想提到,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部分,它可以改变全球的面貌,而却改变不了人的想法和行为。 查理,芒格也表示,你如果去到中国比亚迪的工厂,会看到机器人使用率真的非常之高,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使用将会在全球越来越多。 我自己对于这样一些炒作是感到有一些困惑的,特别是像人工智能,我觉得现在用人其实挺好的。 巴菲特和芒格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,证实了巴菲特一直以来对新技术的保守态度和投资的谨慎性原则。 巴菲特认为,所有人都无法非常确定地把握他十年后的状况。 但是人类要进步,就必须走出不可测的一步又一步。 这可能就是投资家和实业家的区别吧。 现代物理学早就证明,宏观世界遵循牛顿决定论思维,借用拉普拉斯的话说,就是你只要知道初十点,就一定可以推到它的终点。 但是我们知道电子级别微观世界确实存在完全相反的规律,它遵循的是量子理论。 这就是现实中很多领域都存在的二元思维。 感谢观看